現在來講小三和弦的轉位課程 在這堂課裡面只需要講一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大三和弦的組成音跟小三和弦的組成音 它的結構只差一個位置就是三度音 大三和弦的組成音是根音加上根音算起來的大三度 以及根音算起來的完全五度 小三和弦的組成音是根音以及根音算起來的小三度 另外就一樣是根音算起來的完全五度 也就是說大三和弦跟小三和弦的差別就在於三度音 我們可以根據上次所學的大三和弦的按法 把每個三度音找出來 並且將這個三度音降半音 它就變成小三度了 從這個方式去理解你就會很快的上手了 好 現在換到這個角度來看 我要來彈小三和弦的轉位 上次的舉例是用C 彈的是C和弦 現在用D 這個音是D 我們來回憶一下上次的彈的和弦 大三和弦 如果要彈一個D的大三和弦 也就是D和弦 就是五度音 根音 還有大三度 這是一個D和弦的第二轉位 那現在我要把它改成Dm的時候 差別在於三度音 這個五度音是相同的 根音也是低 不變 但是m的話 要把這個大三度改成小三度 也就是把這個大三度降半音 換到這個位置 所以可以發現根音在這邊 它的小三度相對位置在這邊 如果再包含剛剛的五度音 按法有很多種 常見的方式可以是這樣子 我用中指來按五度音 無名指來按根音 然後用食指來按住小三度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 手撐得比較開 擴張有點困難的話 你可以改成用無名指按五度音 小指按根音 食指按小三度 聽起來是這樣 注意看 根音是D 所以這是一個Dm 接下來我要再延伸上去了 把這個五度音高一個循環 也就是高一個八度 所以它會到這個位置 這個是高一個八度的五度音 這兩個音名是相同的 所以這個位置 五度音高上去會改到這邊來 變成這樣 由於這個最低音是根音了 所以這是本位和弦 小指按的這個根音高一個循環 會跑到這裡來 所以和弦會改成這樣子 這個按法現在是三度音 是最低音 再來是五度音 跟音 所以這是第一轉位 Dm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三度音 再高一個循環 回到這裡來 和弦會變成這樣 現在又變成是第二轉位 五度音 跟音 以及三度音 快速的複習一下 dm 快速的複習一下 dm 它的小三度在這邊 它的小三度在這邊 注意這個根音跟小三度的相對位置 這是五度音 彈起來是這樣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根音高一個循環 推到這邊 注意看這是三度音 五度音 以及根音 再來我要把這個三度音高一個循環 回到這裡 所以包含剛剛的五度音跟音 以及這個三度音 五度音高一個循環到這裡來 所以現在按法變成這樣子 跟音 三度音 五度音 下一個d的位置 在這邊 第四弦的第十二格 我們回憶一下 之前的低和弦是這樣子 這是大三度 然後這是五度音 這是根音 現在把這個大三度改成小三度 回到這裡來 所以是這樣 或者這樣按也可以 十指同時壓住兩條弦 注意看喔 再一次 這是小三度 五度音 以及這是根音 接下來 我要把這個小三度高一個循環 所以它會跑到這邊 所以按法會變成這樣子 這是五度音 這個是根音 這個是小三度 三度 再來我要把這個五度音 再高一個八度 回到這個位置 五度音 改到這裡 所以按法會變成這樣 根音 三度音 以及五度音 我用十指同時壓住三度音跟五度音 接下來 根音 再高一個循環 跑到這裡來了 所以接下來 這是三度音 五度音 以及根音 接下來 我要講 大三和弦跟小三和弦 有各種不同的voicing 什麼是voicing 會在接下來的課程裡面 仔細為各位解說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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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